朱清泉的背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南下屏东 帮县长参选人苏清泉站台 正式受战旗挂背带 唱面看起来热络 而大家关心的议题也包括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在这十几点访中引来轩然大波 对此朱立伦回应都希望两岸和平 我也不希望任何台湾的中小企业 台湾的农业受到损害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朱立伦讲完立刻转头离开 还伸手拍了苏清泉的背 把人一起带走 没有再新的回应 让人好奇苏清泉在十三号 罗志强陪同扫接这番话 这次去他的时机不正 刚刚均点结束 所以不下站 明天主席下来会跟主席讲 夏立言这个时候去时机不对吗 公开场我们不会讲 但是资价讨论我们要跟他访问 夏立言访中 地方基层都担心影响选战 对此苏清泉表示 要找时间跟朱立伦谈 但最后有没有讲效果如何 外人不得而知 蓝绿两党纷纷找来大头站台 民进党屏东县长参选周春敏 找来嘉义市长参选李俊一交流 针对夏立言事件 他大力抨击 不仅违反他们一贯的反共的立场 更背叛了台湾人民的信任 这样的一个政党 不足以让台湾人民来信任 年底选战将近 蓝绿双方在屏东开始跑行程 夏立言访中 到底会不会影响蓝营基层选情 议题持续发酵 谁都不能保证 最后结果会如何 三选朱俊杰苦不仙 屏东报道